这段来自于联合国档案馆的数字化资料 真实展示了1932年日本侵略上海的行径 及其暴行之下对中国平民造成的巨大伤害 原始影像由交战国外第三方的意大利摄影师实地拍摄 亚尔巴松户抗战期间 日本为了尽快取得战争胜利 三次增兵投入战场 下面的镜头记录了处于巷战中的中国和日本军队 击退日军进攻的中国军队继续坚守各自阵地 与此同时不断有增援的日军队伍投入巷战 他们从外围开始翻墙越乌沿途占据至高点 中文军事长 这位 Mina总是要找到了 可知立的尽快 比较数人赶搜到 岩古西发尾 阿环 咱纸 哇 麽 可以 好 在日军侵略的过程中 许多无辜民众遭到枪杀 无数建筑遭日军焚毁 烟雾四起中有许多裹着被子逃难的平民 在日军面前惊恐的鞠躬 逃难的道路边不断能发现有动恶而亡的中国百姓 成片成片的房屋被日军点燃 惨无人道的轰炸屠杀 使繁华的松户的许多地区成为废墟 接下来通过摄影师的真实镜头 进一步揭露日军对松户所犯下的暴行 残暴的日军对松户众多平民居住区进行了大轰炸 上海百姓自发地参与营救废墟中的受难同胞 难以统计各处的废墟之中究竟埋了多少无辜民众 又不知多少家庭在日军的轰炸中破碎 一些伤能呼救的幸存者被陆续救出 许多人身负重伤甚至奄奄一息 相对于死去的难民他们是幸运的 但却有着与亲人阴阳两格的痛苦 镜头中是从废墟中扒出来的两个孩童 但他们的父母却不知所踪 镜头是逃到意大利军队巡逻区 被日军炸伤的难民 他们以孩童居多 其中已无亲人的将会被汽车送往医院收容所治疗 据当时红十字会成员回忆 单无亲友的客级难民就收容了两万六千余人 收容日期打百余日 屡屡受挫数冠主帅三次增兵的日军 最终在太苍流河登陆 中国军队父辈受敌 十九陆军和第五军被迫于三月一日撤出真如 三月二日真如被日军占领 真如范庄遭到了日军的蹂躏性破坏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